今天早上有个朋友传了好几个骗子的笑话给我 让我忍不住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千万别被骗 现在有太多的骗人的事情 其实过去也有 但是我觉得现在更严重 因为很多政治界的人现在都会骗人 讲到新冠肺炎的疫情 大家会发展到全世界医学最发达 最进步的国家是美国 可这次美国得新冠肺炎的人数 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死亡人数的比例也很高 反而是他们认为医学没有那么进步的 亚洲的几个国家 新冠肺炎反而没有那么严重 这到底怎么回事 前一阵子美国要卖F-16战斗机给我们 我们夸扬得不得了 但是我也讲过 这里面两个大的错误 第一个F-16碰到F-35 根本不能打 那韩国 日本 新加坡都有F-35 而且他们买的价钱大概1亿美金 买F-35 我们买F-16也是1亿美金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中间谁被骗了 那最近又买了一些鱼雷 那这鱼雷到底有没有用 装在什么样的载具上 到底发生战争有没有用 许多人讲也是没有用的 这些武器不是最进步的武器 现在要打仗就是最进步的武器 买那些落伍的武器 根本打不了仗 对任何国家都打不了仗 那买这些武器干嘛 交保护费吗 很多人在讲 是可能在交保护费 可是美国真正会帮我们吗 像这次的世卫大会 美国没有帮我们啊 美国讲要帮我们 没有帮我们吗 我们还是进不去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 美国还帮我们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钓鱼台不是划给日本吗 让日本管理吗 日本变成教科书里面日本的领土 然后美国跟日本签议了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如果我们说钓鱼台是我们的 我们去争取 美国就会帮日本来打我们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不要再被骗了 不要再被骗了 美国最近 它的经济很糟糕 我问了很多美国的朋友 他们都跟我讲 很多的商场还没开门 但是最糟糕的不是商场没有开门 美国最近大概要关掉 19万家的零售业 超过美国零售业的一半 许多大的shopping mall都要关掉 这些关掉是什么 file bankruptcy 就是什么 破产 申请破产 美国有许多大公司都要申请破产 那美国经济怎么样 你想想看零售业 大概快一半会要关门 你认为美国的经济怎么样 那美国的经济怎么样 美国的医学怎么样 美国的国防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美国人的利益 美国人以一切以他为主 这个没错 但是我在想 我们自己的政府的官员 政治人物我们要真的是什么 不要当冤大头再去交那个 没有办法兑现的保护费了 我们也不要去买那些 弱武不能打仗的武器了 更重要的是说 现在疫情的状况 全世界的经济会是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做 才有办法站得起来 我们要怎么做 经济才会好 所以未来会有许多 新兴的产业会产生 比方讲民生必须的 这些商店它会继续存在 产品会继续卖得好 非民生必须的这些产业 可能就不会很好 那上网路 网路的商店 也会比较好 那有许多的制造业 是不是将来真正有办法比较好 很难说 我们最近订了一些国外的产品 有些人就进不来 因为传奇不确定 那么有许多的朋友 也没办法出国做生意 现在每一个国家都管制 都在关门 所以你不能出国旅游 你也不能出国做生意 将来呢 最近美国又开始注重到 自己的科技 希望在科技上 好好的加强去发展 我们呢 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科技上 好好做发展 政府该做的应该是这些事情 我们不是在那边去 发个一万块钱的旧基金 然后许多人领不到 然后所有的经济政策 南向政策 这些政策 没有用的政策 钱收回来 别把人民当傻瓜 我们都不要傻 我们都不要被骗 哪些政策有用 哪些政策没用 更重要的是 把民主还给我们 不要假借防疫 假借你的胜选的票数高 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 积极地去搞罢免 有意义吗 你罢韩罢掉它又怎么样 你的所有的宣传的媒体 你都控制了 然后韩国瑜好的新闻都出不来 大家不知道 我只要拿一件事就好 请各位扪心自问 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韩国瑜在防疫 韩国瑜在防水 韩国瑜在高雄的 大家的平安 交通 经济的发展 是不是做得比前任市长要努力 是不是比前任市长做得要好 如果是 就应该给他再一个机会 许多人罢韩讲的那个道理根本不通 什么叫他没有诚信 我告诉各位 许多政治人物 因为选这个局 再去选其他的局 没有守到他四年竞选的承诺的 太多了 防治登革热 比不上韩国瑜的 太多了 防淹水 治水 比不上韩国瑜的 太多了 经济的发展不利 比不上韩国瑜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尤其民进党的朋友 太多了 你们怎么不去罢免他呢 为什么把韩国瑜所有的事迹都拿出来丑化 所以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尤其我呼吁年轻的朋友 不要上当了 做个比较嘛 我们不要被骗 我们不傻 我们也别傻 不要被这些政治人物 一串嘴 骗得你晕头转向 也去看看其他国家的总统 也有一些总统是喜欢骗人的 也有一些总统事情做不好的 经济做不好的 国防做不好的 治安做不好的 很多 那那些总统呢 就是四年嘛 四年碰到选举 他再下台 不是用罢免搞下来的 全世界的市长有多少市长 你现在去查一查 有几个市长是被罢免下台的 你选了他四年 他就是四年 四年之后再一次投票 他如果真的做不好 你觉得不好 就让他落选 这才是符合民主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 选举的时候要过半 罢免的时候只要四分之一的选票 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嘛 你选举的时候要过半的选票几乎 起码你要赢过对手吧 但是罢免只要四分之一的选票 就可以罢免了 你跟我讲这是什么道理 完全说不通 就是你民进党要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觉得对你最有利的方式 你就怎么样做 最近李靖勇又宣布 这个投开票 开票的时候 要用另外一些的软体进去 重新再做 需要吗 大家想想看需要吗 绝对不需要 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靖勇又宣布 你要出来说明清楚 你真的要出来说明清楚 我们过去立委一起做过同事 你也做过这个县长 但是你现在出来一个应该独立超然的中选会的主任委员 为什么搞这些花样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被骗了 真的不要再被骗了 许多的事情政治人物讲话 尤其在台湾 很不负责任 但是我们如果傻傻的 听着他跟着他去 就真的被骗了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大家 我看到全世界 现在的状况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知道很多的讯息 我们把它拿出来比对一下 到底什么样是对的 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被误导的 我觉得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你我都别傻了 不要被政治人物骗 谢谢大家